我觉得这两个戏我可能又要说真话了 又来了 这两个戏没法做比较的 真的没法做比较的 为什么说前面不错 后边不行 就是没法比较的 团队不一样 演员不一样 不要以为有歌是一个流量的 不是 实力 那当时王凯和庆东也没有现在这么活 对吧 只是一个这个胡歌 胡歌是公认的好演 伪装者的团队是个公认的好团队 这也是我们的内容所在 其实为什么 其实大家很清楚 前面有伪装者 后面有什么样的团队去演绎它 什么样的演员去表达它